等一下我自己來 我來考試 我給你來課 戴著口罩也遮不住 柯文哲犀利快嘴 這回不單單是來發紅包慰問 柯文哲更在同步視察北市聯誼 都在急診室前要進來 對 外邊 對 然後進來是在看診室在這裡 對 這都是完美的 我們一試就給我看看 什麼小氣節都不放過 不只急診室門口 提供口罩給入院病患及家屬 入院門口更設出 發燒篩檢站要第一時間 隔離發燒患者 全力杜絕武漢肺炎疫情擴散 這一次的武漢病毒 基本上它的綠庫性病毒 是冠狀病毒 所以有時候 你就把它當作是SARS的 我都看一下SARS的弟弟 因為它的 也許它的潛伏期會差幾天 或是它的致死率 會差幾個% 那基本上它是很接近 所以整個防疫的作戰概念 就把它當作SARS 一降就停不下來 科市長疫苗變科醫生 北市也協調了 包括萬芳 星光 馬街 榮總 台大 三總等12家醫院 春節期間開設 淚流感特別門診 要將防護網做到滴水不漏 這個台灣如果武漢病毒 要大流行會什麼 病例會出現在什麼時候 坦白講喔 這個要有數據 你要知道大陸的狀況 用SARS規格來備戰 除了台北市包括新北市 基隆醫院跟桃園等等 也都設置了發燒篩檢站 同步加強衛教宣導 抗武漢肺炎清台 全台加強戒備 誰都不敢輕忽 記者孫穎毅 陳文元S1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